你就是颜佑文吧?你的那篇文章我看了,写得很不错啊。 当时,站在傅作义身旁的颜佑文听完之后顿时汗流加倍,脸上羞愧难当,半天才憋出来一句毛主席言中了,我实在是不敢当。 1949年1月21日,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,25万多人不战而降,十天后人民解放军顺利开进城内,北平和平解放。 傅作义随后代言佑文,邓宝珊前往西柏坡败回毛主席。 让傅作义有些意想不到,双方第一次见面时,中共方面的领导人,特别是毛主席和周总理,似乎对他的这个秘书态度很好,这让他感到了一丝异常。 严佑文在1946年的时候还曾写过一篇痛骂毛主席的文章,按理说不应该啊。 那么严佑文到底干了哪些事情?毛主席又为什么要称赞一个曾经写文章骂过自己的人呢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。